台灣雖然常常都好 但因為地形的關係 台北分的貨水並無法保存下來 對處水族園是相當定位 為了守護我們的水族園 持負持續舊版水質感覆的經濟活動 已經正式開拓 市長委託也請出出主席 希望大家透過危機一個月的經濟 就會用行動保護水族園 台灣因為地形環境的影響 作為水族園保留困難 現有的河川有時候也有污染的狀況 其有除了島嶼相關的風景 也持續舊版世界水族園競賽 這次活動十七個最后在新華林頂的舊版 市長委託也請出出主席 會有民眾用行動守護水族園 我們知道水是稀有資源 雖然最近感覺起來好像我們下滿多的雨 可是事實上水還是 台灣還是被列為缺水的國家 所以這個是說起來諷刺 但是卻是一個事實 尤其因為我們的水都集中在短時間 以台南市來講 在過去的九十天裡面 我們下了四十幾天的雨 下了雨量就等於說去年全年的雨量 所以有時候短延時強降雨的確造成了 我們這個都市城市治理跟環境的困擾 我們一方面一手要防汛 一方面一手要抗旱 現在要多一手來防疫 所以我希望說藉著這個機會 我們的這些志工朋友們 一方面守護我們的水源水質 一方面做好我們的防汛防洪 這個警察危機一個月 有四十一堆的水環境志工 導致感觸 透過敏感的加力 讓政府的河流資料 檢測環境 其中央大學的志工隊 也有多幾千的加力 透過參加這樣的活動 可以帶動他們回去到家鄉的時候 可以重視水自然的保護 水質監測是水環境選手隊的六項工作之一 我們配合台南市政府環保局 積極的參加水質監測月的活動 我們會用更頻繁的頻率來掌握水質 我想這個是蠻大的意義 就是各個水環境選手隊在自己的家鄉 自己的地點來做監測 那在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會有國際生 那草原大學國際生 他參加這樣的活動之後 我也希望這些國際生回到他們的國家 也可以把這個水環境守護的概念帶回去 把水質監測的重要性也帶回去 台南島旅河川的經濟已經將近二十年 雖然進步非常大 但現在還有部份的客流有嚴重的污量大 政府也持續到的經濟 目標是二控三控年 達到全國無污量和川的目標 記者國不易情化區才能不得 好